男子戴着帽子伊林凶狠还不时开口标骂 让医护员员吓得不断后退 其他人见状赶紧上前置之 不过他似乎已经失控 现在朝医护员员动手攻击 院友保全发现不对劲 立刻上前将人带走 事发地点就在台中中区 常青综合医院平等院区 这名近50岁的象星男子 29号上午8点多 闯进医院不止徒手攻击医护员员 还毁损医院物品设备 虽然很快被压制住 但还是造成9名医护员员因此受伤 找警方移送时才终于松口 说出犯案动机 据了解他公称 10年前在这间医院当保全 指控院方无故解职 他怀恨在心 才会跑到医院打闹 医法就办 就算再多理由都不该 对医护人员动手攻击 男子明显违反医疗法 被警方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董珊秀 谢中华 台中报道